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将之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将之 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 六冲的婚姻有幸福的吗 哪些属相结合会六冲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一生有一段幸福的婚姻 毕竟这关系着自己一生的命运 但是现实是残酷的 有幸福的就会有不幸的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六冲婚姻 这样的婚姻有幸福的吗 生活中哪些属相结合会六冲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一 属鼠人与属马人 属鼠人与属马人结婚通常是没有好结果的 因为属鼠人思维活跃 喜欢自由 讨厌被收服的感觉 喜欢追求新鲜事物 对于刻板死守的东西及其排斥 而属马人就是比较死板的 在很多事情上总喜欢一生不变 他们做事情保守传统 不喜欢挑战和接受新鲜事物 因此性格这样相悲的两个人 若结婚的话通常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而且还容易产生恨意 双方都完全不能够了解对方 二 属牛人与属羊人 这两个人在性格上有很大差距 无法能共融在一起 属牛人的责任心强 平时最讨厌柔柔没有担当的人 在他们看来 人的一生应该不断拼搏 敢于挑战 而且懂得认错 这样才能不负此身 但是属羊的人就完全不是这种人 他们胆小怕事 做任何事情都太过依赖别人 而且还不敢承担错误 老让别人被黑锅 因此这样的两个人结合在一起 显然是不幸福的 而且总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就互相伤害对方 毕竟属牛的人真的是无法容忍 对方的一切行为 三 属虎人与属猴人 这两个人要是走在一起的话 最后也容易不欢而散 属虎的人做事都正义十足 生活中最讨厌耍心眼 投其取巧的人 而属猴的却正好相反 他们一心只想要成功 从来都不会在乎过程如何 因此在这一点上 两人就有很大的反差 若是相处久了 那彼此间的感情就会不和睦 让婚姻波折不断 从一开始到最终的结束 都缺少沟通 因此彼此都厌恶对方 四 属兔人与属鸡人 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比较深 因为属兔人通常给我们一种柔弱的感觉 但却又喜欢自由 不喜欢对方管制自己 他们渴望安逸自在的生活 但属鸡的人却自私自利 因此两个人若结合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一个人总被束缚着 一个占有欲又极强 因此彼此之间的婚姻 通常不会好到哪里去 最后容易以失败而告终 严重时双方还会引发恨意 五 属龙人与属狗人 这两种属相属于典型的不和 属龙人都比较有主见 做事情有计划 极其讨厌与富不堪的人 而属狗人正是这种人 因此在婚后 他们没有办法共同努力 去经营这段感情 而且背弃承诺 这样的婚姻通常是不幸福的 若是强行结合在一起 是不会有任何好处的 六 属蛇人与属猪人 这两种属相不懂得 抱认和理解对方 属蛇人特别努力 宁可在年轻的时候吃点苦 也不想在老的时候吃苦 而属猪的人却完全相反 他们喜欢偷懒 从来都没有担当 总希望对方可以满足自己的一切 这样的婚姻是最容易引发矛盾的 因此属于六冲婚姻 通常会不幸福的 那么接下来就讲一下 事二生肖 哪个命最差 对于不如意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 有些人很有钱 但是却觉得 有钱也是一种拖累 有些人很有事 但权势越大 他们越觉得空虚 甚至觉得权势对于他们来说是压力 而不是会当灵绝顶的优势 同样有一些人 一辈子在为钱操劳 而且一辈子辛辛苦苦 却收获寥寥 有些人勤勤恳恳 一直想着往上走一步 却怎么也走不到自己想要的高度 在事二生肖里 就劳累程度来说 属牛的人最有发言权 属牛的人从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老力的性格 他们踏实 凡事都喜欢亲力亲为 即使不用他们亲自上手去做 他们也不放心 一定要亲自盯着看 才会放心 但是这样的负责 却没有给他们带来事业上的收获 和生活上的富足 相反的 他们总是很努力 却总是收获很少 在学习上 他们是努力学习的代表 但是成绩单上 他们却总是排在中等 或者中下等 在事业上 他们勤奋努力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自己的高度 但是他们总是在不断的受到打击 他们心气很高 因此活得也很辛苦 总是想着垫着假牙走路 但却永远也够不到自己想要的果实 爱情上他们也是如此 很认真负责的喜欢着一个人 想要跟这个人白头偕老 却从没想过会在于背叛 也不曾想会失去爱情 但是现实生活中 他们总是被爱情所抛弃 他们遇到的伴侣 总是对他们不够满意 过于挑剔 以至于他们总是在努力地 向着伴侣想要的方向奋进 但总达不到要求 而且最终还是会被抛弃 也是比较命苦的 属猪的人与属牛的人不同 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是富足的 他们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 从小家境良好 家庭关系也不错 家里的父母兄妹都很爱他们 但是他们却总是感觉不到满足 他们一生都不会为金钱担忧发愁 按理来说 这样的命理是非常好命的 但是他们虽然不为钱发愁 却总因为钱而导致生活上的困惑 比如鼠猪的人在事业上 只能按照家族的规划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而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事业 他们迫于无奈只能接受 虽然在富北单牌下 他们能工作得很好吃喝不愁 但精神上却有极大的不满足 总觉得自己的理想被现实摧毁了 一辈子郁郁寡欢 他们喜欢能跟他们谈天谈地的人 但是现实中 他们只能跟他们门当户对的人结合 虽然也能走下去 但总是觉得生活里少了色彩也不快乐 另外还有一部分属猪的人 他们有钱也贪婪 因为他们的贪婪 也导致他们在生活上遇到诸多麻烦 他们自控逆弱 对于一些美食和美女美男都没有抵抗力 稍不注意就会沉浸在里面 不能自拔 导致自己生活受挫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